第27題,如圖所示,小培用10公斤重的水平力推車,該車在水平方向移動20公尺,廢時40秒,則此人做工功率為何,1公斤重等於9.8牛頓,那我們曉得功率的計算就是做工除以時間,時間我們已經有了40秒,所以差一個做工,所以要求做工,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去乘以位移,我們推10公斤重,但是1公斤重等於9.8牛頓,我們的單位要用牛頓,所以要乘9.8,那位移走了20公尺,所以呢就是200乘以9.8,那麼再回來這邊,這邊是200乘以9.8,所以這個消掉變成5,所以這邊49,單位是瓦特,所以此人做工的功率是49瓦特, 因此第27題問我們說,此人做工的功率為何,我們答案選的是A,49瓦特